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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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风暴中的雨 愿翻涌天晴 我的命运 黑夜的雨衣 彩虹在暗地 等一个机遇 张开翅膀轮回 有我决定 如果它在心中相根 但开花在生命最后 只想要飞翔 一次分去抵抗 就在挣扎和无奈之前高唱 只是要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 消穴的牢笼 金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你若有我今生死于共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 想起的牢笼 金箍都无从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勾动 繁华若今生死于冬 你若有梦 就让你和别人不同 给我吧 九哥姐姐 都都 都都 你斩膏了 院长 给都都的 都都 我今天来跟你商量一件事 以后你跟我住好不好 我选我爸爸 他在哪啊 你爸爸在天上看着你呢 他要是看见你不开心 他会难过的 院长 我今天能带都都回去吗 今天还不行 有些手续需要走流程 别急 用不了多久啊 你就可以带都都回去了 好 谢谢你 那我先回去了 都都 九哥姐姐 我们去玩游戏吧 好呀 走吧 走 我来看都督的 我也是 都督 你一个人到旁边玩一会儿 我跟九哥姐姐聊聊天 好吗 好 小心啊 你 你的线报 让我们破获了很多赌品交易 也查封了不少烟管 谢谢你 龙等长不必谢我 这都是乾坤武馆的功劳 虽然苗老爷子已经去世 但是武馆的精神长存 我们虽然身在江湖 但同样极恶如仇 你来的正好 我刚要找你 这个环境呢 这个还给你 九哥 其实在监狱那天我 以前的事情 我不想再提了 九哥 放给他 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你以后不要再找他 你知道圣英孤儿院强奸案吗 当年那个枪杀市长的凶手就是我 而且这整件事里 似乎还藏着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 您好 我想调阅尚姑市第一任市长 周世昌谋杀案的全部资料 这可是机密文件 一般的警务人员无权调阅 华界警察局局长龙天宇 那好吧 跟我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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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带这儿吧 嗯 只能在这儿看 不能带走 好 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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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一尾 十六年前 我还是 前市长的秘书 那天我陪着市长 去圣英孤儿院做演讲 那天去了很多人 场面还是豪大 除了我之外 还有不少市长的警卫 保安措施做的 还算是中选 起初一切都很正常 意外是在中途发生的 是在演讲上半场结束后 市长回到休息室休息 当时 我就是我在休息室门口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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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手取起来 尽管我已在表明 自己的无辜和不知情 但是因为当时在找的 没有第三个人 孩子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从这儿跑过去 是 主管警察 您看完了没有啊 我们要下班了 好 您看完了 您看完 我们要什么 开始 您看完 您看完 我们要下班了 可能 您看完 太好了 你还是下班了 您看完 您看完 清人 我您看完 局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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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 你一會兒看到老鄭 讓他來我辦公室一趟 是 局長 請坐 請坐 老鄭 你幹警察啊 多久了 十幾年 局長怎麼突然問這個 十幾年前 你也幹過刑侦吧 而且還是個大案子 前市長周世昌謀殺案 我看到你的名字 你有參與過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您要不提 我真的还记不得 我今天去了一趟档案局 在档案文件上 看到了你的名字 那是我刚入职不久 我原本以为 这主办人是邻居长 可并不是 是一个名字 叫王世南的人 这王世南是谁 我怎么没听说过 老郑 你不会不知道吧 那 王世南你是没有听说过 冷世南哪 你说什么 那个冷世南 就是王世南 而且 以前是警察 冷世南 也是警戒出身 原本是一个普通的警员 但此案子以后 他就被调离警队 正是入坠冷家 改姓为冷 后来更是 一路平步清云 做到了现在的海关监督 局长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出去了 来 二位请喝茶 义父马上下来 有老拳 哎呀 说是 有什么事 呢 还是 你 在这儿 我经历了 的话 真是发达了 您看看您住的这房子 跟现功似的 坐 你们俩来找我有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到城里呀 来看看您 这是啊 家里老母鸡下的蛋 给侄子 侄女尝尝 是 奶奶 今年上过雨水也大吧 乡下啊 都发了洪水了 那洪水大的呀 把祠堂都给冲毁了 这不足里商量着重建祠堂吗 我们俩到城里来办点事 顺便也来跟您商量商量 看看您能不能多手捐点 捐 为什么要我捐 您也姓王啊 在上屋 你也是家大业大 这样 对族里的直男妄女 都个表率呀 你们是真不记得呢 还是装糊涂呢 我现在姓冷 当年我入赘冷家的时候 你们就立马把我的名字 从祠堂里面提除了 现在需要钱 又想起我姓王了 跟你说什么来着 他打小就六亲不认 为了荣华富贵 连性都改了 还指望着他像隔壁乡的 林敖东一样 为乡里头办好事 光宗耀祖 走 他光宗耀祖 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人是死了 可他留下了好名声 在整个上锅都传遍了 很多人都说他林敖东是这个 是英雄 想知道别人是怎么说你的吗 我告诉你 你办的那些好事 在上锅全都传遍了 都说你冷世男 是吸血虫 尊息百姓的血 幸亏当年你改了事 要不然啊 要不然我们这些姓王的 全都得跟你奏报应 走 还带在这儿干什么 走啊 走 等等 走 走 走 爸爸 要不要派人教训教训他们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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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宇 你把这里当分队现场啊 干嘛喝这么多酒 一个人喝两瓶多 我以前最多也就喝一瓶而已 你的酒量哪能和我比啊 我问你 你今天一整天跑哪儿去了 你们主编打电话到警局来 说你在采访现场无故失踪 打电话到家里你也不接 把我给急死了你知不知道 我就是 我就是失恋了 我想一个人在家喝点酒 也不行嘛 哥 你看我跟我一起吧 我还跟你留了半瓶 来 一口干了 给 你给我清醒一点 我为什么要清醒啊 我都已经失恋了 我 我 你 你看那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 你心里不难受啊 不是我说 这都怪你 要不是你把零九哥活生生让给别人 我也不会跟着满心惆怅了 你 你真的是全天下最不懂女人的男人了 我要是零九哥 我也不选你 女人 就是再坚强 也经不起你这么垂胆啊 女人 那都是要捧在手里的 你呢 不但不捧着 反而还一次次地垂打他 你以为零九哥和你抓的那些犯案是一样的 欠打欠抽吗 啊 这 这 你说够了没有 没有 我还能再说让半天就 哎 哎 干嘛呀 我长这么大 想一醉风修一次不行啊 趁我还没发火之前 回房睡觉 我不 我已经长大了 你管不了我了 瞧瞧你这个样子 为了一个男人 自暴自弃的 你对得起九绝之下的爸妈妈 你对得起九绝之下的爸妈妈 妈妈 她欺负我啊 妈妈 从小到大 她 她不但不关心我 她还总是骂我 她还总是骂我 小练风 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人 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人 他不但不安慰我 还要恶请下食 好了 夏夏 好了 是我不好 更没估计到你的心情 别哭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条男人的眼光 真是令人开忧啊 爸 妈 你们看到没有啊 他还挖苦我 好好好 萧凌峰比我好 行了吧 萧凌峰 又怎么了 哥 哥 你在我心里面 是最最好的 你们都是最好的 好 没事 哥 哥哥 你去把九哥追回来吧 我看得出来 你还是很喜欢他的 为了我 也为了你自己 你去把九哥姐追回来好不好 好不好 你去把他追回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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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可不可摸 杭神 张滚 证明你有罪 才是我们警察的工作 要想证明我是被栽赃的也简单 去检查一下那个项链上 有没有我的指纹不就知道了 你倒是挺清楚的嘛 这个你 那盆话到底是什么了 等你真正自由那一天 我再告诉你 我将对你的执着都化作翅膀 划过下疼的火热 和动的波凉 走 我既然说我爱了 就不想生成 有场的心态倔强 一额一风疼 无所谓这世界怎样 我要给你我的指纹 九哥 马上开业了 常立情况怎么样 都是些琐碎的事 你知道了 头都会大的 但你放心 这些事交给我处理就好了 如果有什么大事 让你出来签字 你才出名 靠谱 现在知道了吧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实用 九哥姐 龙局长来了 呦 龙大局长 这么晚跑过来 也不嫌冒昧 不好意思 这么晚打扰了 你知道打扰了你还要来 我想跟九哥单独谈谈 有关于 关叔叔的事情 九哥 我去给你准备洗澡水 你说话快点 别耽误他休息 坐吧 我申父的案子调查清楚了吗 还不是完全清楚 不过我发现了一些疑点 你绝对想不到 当年负责关叔叔案子的 第一负责人 不是林局长 是冷是男 他 他已经是警察 不错 而且 他还跟林局长共事过 在此案之后 他一路平步青云 飞黄灯达 本来嘛 他娶了前海关监督 冷中文的女儿 冷若秋 这个冷中文 一直瞧不起他这个女婿 不但如此 还连通冷若秋 一起赶出家门 不过 就在此案之后 冷中文对他 他的态度 一百八十多大转变 甚至还动用所有关系 为他的仕途铺路 你是说 周市长谋杀案 牵动很多人利益 不错 你放心 我会继续追查下去 拜托你了 应该的 九哥 你尖伤刚好 九位太操心了 我有分寸 那天 我不是故意开枪的 我知道 你有自己的原则 当时的情况 我真的不得不这样 好了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为 buffs 九哥 能不能 profitable 再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好吗 再劲强的人 已会有脆弱时 在我脆弱的时候 我就希望能有一个人 无条件的支持跟包容我 我希望能有一个温暖的怀抱 不管我多么任性 他都不会放开我 你回去吧 好 那我走了 不打扰了 进来 主编 社长 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多喝了那么一点点 社长 你看你最近的稿子 文章质量暂且不说了 这好多句子都是不通顺的 对不起啊 主编 我再拿回去好好修改一下 还有啊 主编 你以后别再叫我社长了 香香啊 你爸爸龙正义 那是咱们报社的传奇人物 什么时候也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 你是他的女儿 可不要砸了他的招牌啊 好了 主编 我错了 我保证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主编 一会儿等我哥来了 你千万不要告诉他 我当了社长的事情啊 好啊 放心吧 哥 这儿 天羽 来 这边 哥 赶紧来坐吧 哥 快点 坐 倒酒 我你就拿来 我自己是 我自己比你还要 你还要 乃乃习 我自己要 不在我 不在我 我看你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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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你父亲这个人呐 在我们行业里面 他的新闻天赋是最好的 当时社里几乎重大的报道 都是他去完成的 所以香香啊 你可得加油干啊 可别给你父亲丢脸 你放心 主编 我呢 一定会痛改前非 以后把所有的精力 全部放在工作上 这就对了 天宇啊 以后工作再忙 也得时常的啊 关心关心香香 欧阳叔叔 你可曾记得 尚姑前市长周世昌谋杀案 当然记得 这件事在当时 那可是个轰动性的大事件 我还记得当时报社派出的记者 正是你们的父亲龙正义 爸爸 跟这件事情也有关系 你父亲还因为这件事情 报道的客观公正 得到过老市长的嘉奖呢 市长谋杀案 到底是什么案子 那爸爸写的报道还在吗 都应该在报社的档案室里存档啊 来 那我一定也要好好学习学习 对了 你父亲所写的报道 你都应该好好地学习学习 嗯 不管采访的环境多么恶劣 采访的新闻报道多么危险 他总是身先士卒 冲在报道采访的第一线 就是可惜呀 后来遇到那样的事了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小 那爸爸去世 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哦 那天的采访倒是很轻松 他是在回报社的路上 遇到了抢病患 被一刀捅入心脏 去世了 老婆 事件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啊 就在报社附近的桥上面 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行凶 是啊 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 采访的内容是什么 是企业家刘震东 给孤儿院捐款的仪式 是企业家刘震东 是不是圣樱国员 伤谷就那一家企业院 这么巧 和市长谋杀案的地点 一样 这 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吗 先吃饭吧 吃了 来 哥 啊 九哥 你怎么来了 龙局长 纺织上的剪彩仪式 程哲邀请您参加 我一定会准时参加 对了 我今天来还想问问你 我胜负的案子 竟然得怎么样了 我怎么想 也没有想到 我继父龙正义 就是报道当年 市长谋杀案的记者 他在五年之后 到了当时的案发现场 声音孤儿远做采访 就这么一去不回了 他的死 跟市长谋杀案有关系吗 我在想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招致杀神之火 那 那他发现了什么 目前还不知道 可是就算他发现了什么 其他人怎么会知道 其他人 冷氏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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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一旦发现线索 第一时间 就应该去找当时的主办警官 冷氏男才对 冷氏男怕他把秘密说出去 于是杀人灭口了 这个冷氏男 是在保护真正的凶手 是在保护真正的凶手 走吧 爸爸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钱送过去了 没提到我吧 您放心吧 可是 给足利修祠堂 是擅局啊 您又何必要隐瞒呢 您又何必要隐瞒呢 钱到了就行了 你说我给钱 他们也不一定会谢我 只会说我孤名钓鱼 我给钱 只是为了我爸 我爷爷的牌位还在那儿 我好歹 也要让他们的牌位 点上长明灯吧 我那儿 我不问你 肯定是 乃车 爹 但这个世道 好冠罪是没用 老爷 少爷 小姐有下楼了 去吧 是 有念知的消息了 好 好 答应你的都做到 哪怕山海的遥远 不算远 回到你身边 在海的另一边 又不一样的花开花谢 想要带你去看那画面 我将对你的执着 都化作翅膀 跨过夏天的火热 和冬的波凉 我既然说过爱了 就不想收场 又长得起的倔强 一个一疯狂 有所谓这世界怎样 我要给你我的翅膀 你干嘛 跟我走 你大亲咱去哪儿 去找念之 你知道姐姐现在的下落 走吧 不会吧 姐姐现在住在这样的地方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吗 劝姐姐回家呗 对吧 在朗江 你现在是他唯一牵挂的人 待会给我惊死他 出门前烟都没抽完 怎么精神啊 对了 其实我知道 烟 是你给安娜的 其实我是猜的 不过 我现在可以肯定 就是你 从小到大你都非常讨厌我 不过也难怪 爸爸那样对你 你把气撒在我身上也正常 不过幸好呢 你对我姐姐还算是不错 所以 我根本就不想让我爸 骚你出门 好了 可以走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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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风景 生活总是难言怀疑 在那个夜里 上天遭遇的经历 天栏干河江碧 挡不住落叶化成春泥 满雨飞翔的秘密 那些过往痕迹 就让我深深刻在心里